全球各地已经去2023年陆续通关了 大家想到去哪里旅行呢? 今次我即兴去澳门 除了欣赏当地的菩萨建筑 横街宅 试试当地的特色美食 另外还会带你们去一些比较少开放的博物馆 还有看其他比较偏满的打卡热点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吧! 前面那边也做得难 但还要把真待得开,想按下来 那么这点就觉得阿哥的关系 她就能找到脸义 给她买很多大家的赞 所以露萨迪萨很可惜 忘記了外出旅行的感覺是怎樣 等三年終於今次也有機會去澳門那邊玩玩 今天我們就乘9點鐘那班船 剛剛由入站過關 到現在到後船室 都沒很多人 都很順利過關 就很期待出發的客戶 現在到澳門主要的目的就是上來放下空 還有都過了三年 就來一個很短的旅程 另外還想去看看澳門的一些特色的建築 蒲式的建築空格的東西 舊式的東西和橫街紮河 好可惡 好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周圍也有美女去打卡拍照 這個羅馬競技場是仿羅馬式的 比真正的羅馬競技場比較小 但來到這裡打卡真的一流 好像自身在羅馬歐洲 越來越多 再加上車 在這間車行的地方 上面有空調 為了實際上 撐住 我選擇乘坐法財車去澳門的中心 就去新葡京的帶路 看看之後的熱點 吃完結了 下雨中 吃完結了 吃完結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裡面的裝飾也很卡式,很古典 裡面的收銀台也有舊的算盤 天花上也有很多油燈的裝飾 一些玻璃瓶 一些沙機 牆上也有很多葡式的碟 一些玻璃瓶,一些舊式的風扇 一些月餅盒 還有一些很懷舊古裝的海報 整間餐廳的布局和設計 都有一些六七十年代的懷舊古典的裝飾擺設 整間餐廳的布局和設計 連接碟的設計都很有味道 說回今天我們去吃什麼 首先來這個薯絲買鮭 薯絲買鮭 薯條也很分明 另外叫做白爪魚匯飯 它的味道有甜酸辣 味道也很分明,而且白爪魚也很大粒 最後就吃完這個烤雞了,淡淡肉 不要小看這三碟菜式 其實吃完已經很飽了 之後就來到這間的勞家大屋 想看看它的內部設計 內庭天井,裡面有些厚青磚建造 入口還有一個屏風 細心一點還會留意到 西方的假天花和中式典型設計 風格 不過最可惜的是 它所有的角樓都沒有開放 所以只可以在地面那層 參觀和欣賞 在地面那邊 原來大堂前面也有一間這麼宏偉的教堂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逛逛逛我們來到一間仁慈堂博物館 這間博物館是歷史最悠久的慈善機構 而且館內的展品主要包括歷史文物和天主教教會的祭器用品 作詞・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仁慈堂博物館這個位置都很棒 只需要給澳幣5元進來餐館 餐館外面的瓷器和聽堂 之後出到這個露台很微微 很舒服、很輕鬆 所以在這裡靜心也行 看看書也行 要留意星期日和星期日是休息的 還有開放時間是由早上10時到下午5時半 所以要留意餐館的時間 小食神 在這裡靜心 然後遠今來了 抱著我 還有最後一刻 情起 詞長 有沒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这个售卖机 卖的东西都挺精致 特别 有些杯杯碟碟碟 有些叉筋 很精致 这些物品很可见 市政署大楼 前身是文政总署大楼和市政厅 它每个时期一定都有不同的主题展览 好像我今天看到的就有介绍澳门的鱼业的发展 以及一些渔民拿过的奖状和展品 黎明主圈 市政厅 至少人家传媒 市政厅 在亚志 市政厅 桃色的青霞端 我特别喜欢这个路台的位置 打开一楼 现在先去附近坐下 回来再继续走其他地方 我听他的 我 employed第一次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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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 吃饭 做好 吃饭 吃饭 吃饭